但是队友过来了 柠檬 最后一发子弹 是秒掉了林强 放倒 但队友也赶到 C.D.G 离得很远 然后 小萱其实也有一点点的距离 小萱就是至少还有机会 完了 2-type倒了 这样一来的话 只能看柠檬能不能够力挽狂揽了 他选剩下队友踩的位置其实是很好的 是 今天有没有发现 中心的队伍好像都 前两局来看嘛 下一局往同场切一下 哎呦 这波一臂打了整整48子弹 但是现在他忘带 对方差点反上 是的 因为天弟弟 我感觉这一波是过来一臂在血量上取胜了 上来就先死掉把这个人给补掉 那可不嘛 必须得团队啊 这个游戏 哦 这里转移 打这个圈最喜欢的位置 先来到这里啊 哦 这里扣的19被玩盆 打下来 秒了 哦 另外一边 DT又掉了一个 哇 DT接波开局 炸裂 但好像就是补的这个天弟弟 对不对 但宁加也掉了 我刚才看了 哦 是吗 对的 那炸裂了 炸裂了 这个下来 小心头顶叛多拉的这条枪线啊 确实对他蛮有克制的 我直接反打小鬼 受不了了 是的 宁加刚才应该有仁慈 对 当时感觉很难服掉 让小五打倒一个白龙马 哇 这里被夹着打呀 悟空 是的 但是山顶的小五这里单挑 提前交 好 漂亮 收下了这一波分数 小五 小鬼 两人拿下 何砍四人 好了 报告没来 他们绕了 赶一赶 嗯 吹销那边已经 看Kid一个人 能不能顶住这波压力 是的 直接被打炸啊 高星 他的车 还好封了一个烟 稍微能拖一会儿 队友要专心处理一下 脑袋上面这个事情 是的 这Spaceman是把黑猪 可以 有机会起身 抓起头子口颈了 这边也在敲炮中 落地菠菜先打倒了AZ 小左是大馋 正在打药 打了一个电子 打了好久 终于打起来了 往上冲 往上冲 小左这波队友 帮他关键一下 把他顶上去 顶上去了 过来了 只有小左一个人了 队友都被KH给打了 一楼的柠檬打了三个 远点 这边KH旁边还有一个兄弟 波态 小左被烧到了 是的 还能再打一次要 柠檬从小窗口 他从大窗口 但是他现在就是小左的位置 就被锁死了呀 是的 完了 这个小窗口的雷 炸到了柠檬这波 一穿三 天秀 对 菠菜打了一个 剩下都是柠檬打的 弹出了蛮大的风险了 对呀 你上山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风险的事情 这里天梅顶到了CG 把泡泡这个甲车库给顶了 因为CG剩下的兄弟们都在山上 是的 这把天梅要开推 也吃不到啥信息了 可是他干嘛呢 是的 等着拆迁吗 哦 Frigin Boy 把小鹿给打了 主要是现在4M要做一个转移 所以也没有办法顾得上 过点的永远也被打下 没事 上一把吃鸡 这把可以奖励一把盲渣 可以 那这把4M盲渣呢 就相对来说呢 还比较能理解 因为他不需要 没位置 Pero那样能看到位置 就是一个有位置的去选择盲渣 和一个没有位置的去盲渣 那肯定是没有位置的这边 就相对合理 能够合理一点 相对合理 先把牙皮放倒0墙 天天又打倒一个 这里 CDG目前和天梅都有一些折损 看一下 居然是一个盆子 小孩一听这个声音 反正直接把林强给放倒了 说真的 这个距离用喷子 尤其12K真的有点骗自己了 而且林强这一顶的话 我感觉 有点大伤元气 是的 但是王沙沙捕的这个手雷再次把牙皮给放倒 现在就剩王沙沙一个人 但他要面对三个 直接被露露给秒了 是 一起打药 篮圈来了 篮圈来了 鸭皮 爬到火里边了 鸭皮 难不难考 哇塞 你看看这个圈形 防空洞 就这把如果 Pero去了那个防空洞 别生气了 Joy 不提也罢 我不生气 你别生气 我没有啊 能够预想到他们在搏圈了嘛 就是 就是 我们绝对不是说 上帝视角来 给大家做马后炮 对不对 就是 因为 因为率的赌博 然后你又看不清收益的东西 主要是我看到那个 又是个炮了 我就感觉 对呀 当然 SMS能拿到这个位置 就该他拿 是的 别人的失误 就是他的收益 对不对 对呀 就是每个 不管任何对吗 你抓到别人的失误的话 就是你的机会啊 那我就不理解了 为什么天霸不去这个地方 OK OK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那即便如此 天霸去对这个洞口 也会有一点威胁 他一会儿打 对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就是他一会儿等到 哎 差不多了 是的 他就可以去贴那个坡打了 先靠枪对一下 如果对倒一个直接点 然后给压力 全是移动战车 是的 血量看看 看看换蛋 打能打吗 哎呦 火力太密集了 谁会收掉所有的分数 时期还过来扔雷 这实际感觉想要收割 这个坑里面 确实有点抬不起头来 是的 过来劝架了 FM想要找到一些淘汰的机会 两边都有人啊 天霸 是的 Spaceman 这里被打了一枪 很刚 知道对方在篮球里面 直接把他收下 是的 Spaceman一丝血了 头顶的FM也在进点 然后远点 是FTY出了枪 是的 这里六腰在努力的抢线 是的 他不去了 但是他还想把倒掉的人补掉 是 因为他现在其实要进圈 我感觉FM是很难的 他往这个坡下走 确实很难 这边高德威也是已经被发现了 由实际兽收下 是 周平安淘汰掉了龙宗泉 还能再打一次包 不要下来 对 但是他们不听确 不行 总得搏一搏嘛 确实得搏一下 他还把阿童木给打了 多拿了两分 是 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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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是第七 是的 哇 六腰 这个波非常开 应该是 对 就是他打的 是他打 正好坏 哎呀 被闪了 我的兄弟在哪里 还好有个杀 还好 还好 问题不大 这里龙宗泉倒了 这波防守 对 这波防守 然后应该架好了 对 但是说实话 就算不下洞 我也不认为 他在这里有什么操作 是 就是到这个圈了 说实话 实际怎么选 可能都 没有太有作用了 嗯 他要选 就得在两个圈之前 五圈的时候 下动 是 下去跟能 踩位置搏一搏 是的 哦 小五 速九 相继都被翠希给放倒了 因为有的时候啊 他也想 哎 因为圈真的往他这里走了 他是不是可以不动 凭什么 哦 这里打开了 你看这个梦幻双驾 这就是 仙下洞的人 他的优势之大 时期居然等到了 多拿了一分 是的 博赢了呀 这一波 SMS在这个洞里面 等到了一对 是的 好 现在我们要看 这个活动空间会比较小 哇 与此同时天霸也害怕 对方从这个洞口出来 先封了一个烟 呦 有优势 你外屁现在已经来不及下 你出来的话 你还要再打天霸的呀 哎呦 他掏了一手屁股 天霸应该有全收的 原来SMS是一个战斗队 他想战斗 他要战斗 现在只剩下烤鱼 明明还在场上 他留了一个保底 靠鱼在下面 哦 靠鱼对 保底 上去三个 不准地打药 留了一个保底在下面 思路非常清晰 靠鱼那个位置 我们看一下靠鱼的位置 他有没有去中心的 机会 可能性啊 因为我们要知道 下面其实地形还比较复杂的 可以提前打一点 没打上来 好的